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众收看我的视频 每天喝一杯咖啡续命,长期的下去对身体伤害很大 权威的答案来了 互联网公司客服小李,两天一次夜班 每次值班他都感到困乏和疲倦 听说咖啡能够提神,他就试着饮用 刚开始那几天,他感觉工作起来不怎么困了 失落也比较清晰 而随着时间的延长,一包咖啡明显不管用了 有时一晚上要冲泡五到六包才能够驱除困意 两个月后,他渐渐的产生了紧张、烦躁、焦虑等的不良的情绪 同事小张知道后神秘兮兮的对他说 你这是喝咖啡上瘾了,快去医院看看吧 小李一听,整个人都不好了 咖啡成瘾,那我需要像戒毒一样治疗吗? 那么我还有旧吗? 小张所说的咖啡成瘾真有这么严重吗? 一,喝咖啡为什么能够提神? 当人们长时间不间断工作,身体里产生的一种叫做腺肝的物质 能够与大脑中的腺肝受体结合 两者结合后会向大脑传递疲劳的信息 从而产生了疲惫感和困意 喝咖啡之所以能够提神 是因为咖啡中的咖啡因的化学结构 以腺肝相似 进入到人体后可以代替腺肝与腺肝受体结合 阻挡了腺肝跟腺肝受体的正常结合 使大脑无法接受到疲劳的信号 人们就不会觉得累,从而起到提神的作用 换句话来说 咖啡因并没有消除身体的疲劳 只是暂时的欺骗了大脑 阻断了身体疲劳的信号 在短时间内不产生疲劳感 起到提神的作用 也有一些人喝完咖啡后 依旧的觉得很困,提不了神 这就可能是与基因咖啡的代谢速度有关 咖啡因没能骗过大脑 困倦感仍然存在 哦,那么每天喝咖啡会上瘾吗 咖啡因虽然有样大脑兴奋的作用 但是,如果长期的摄取 脑会变得难以兴奋 从而产生了对咖啡因的耐药性 这样喝一杯咖啡就起不到保持清醒的作用 进而会喝两杯三杯逐渐的增加 在没有咖啡因的状态下 会出现例如头痛、困意、注意力下降 有呕吐感等的各种各样的症状 为了缓解阶段反应的各种的痛苦 很多人会再重新的摄入咖啡因 我们把这种对依赖物质产生耐药性的状态 或者产生阶段反应的状态 都叫做生理依赖 大部分的生理依赖通过停止依赖物质的摄入 或者是减少依赖物质的摄入量等的手段 经过数天到数周即可完全的治愈 这就是为什么说 每天喝咖啡只会产生依赖而不会上瘾 上瘾会对身体健康、家庭和社会造成危害 而依赖则不会 三、每天喝咖啡续命对身体有害吗? 2020年7月23日 《新英热兰医学》杂志发表中述 咖啡、咖啡因与健康的关系 详细地介绍了咖啡以及咖啡因的生理毒性作用 以慢性风险的相关性 以及孕妇饮用咖啡的注意事项等的问题 该中述指出 大量的证据提示 饮用咖啡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 而且每日饮用3-5杯的咖啡 以数种的慢性疾病的风险降低相关 一、可能对心脏有益 美国心脏协会会刊《循环心力衰竭》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 喝一杯或者是多杯的咖啡可以降低心力衰竭的发病的风险 在佛雷米汉心脏与心血管健康研究中 与每天不喝咖啡的人群相比 几十年来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人群 患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了5%到12% 在动脉周样硬化风险研究中 每天喝0-1杯咖啡的人群患心力衰竭的风险没有变化 但是每天至少喝两杯咖啡的人群患心力衰竭的风险要低30% 2.可能降低患阿尔茨海默症病的风险 伊德斯考案大学的研究人员 经过十多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发现 咖啡和几个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重要的标志物之间存在联系 多喝咖啡或者能够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 研究称 更高的咖啡的摄入量似乎与减缓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的积累有关 淀粉样蛋白则是阿尔茨海默症病发展的关键因素 3.可能降低帕金生病的风险 中国学者研究发现 咖啡因摄入或能够降低帕金生疾病的风险 且呈线性剂量关系 而咖啡摄入量约为3杯每天时 其保护作用达到了最大值 瑞典的林雪平大学研究小组也发现 在大量饮用咖啡的人群中 一种偏好为GLINRA基因可能会对降低帕金生病发生的风险 有积极的作用 4.可能对肝脏产生保护的作用 2021年的6月22日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 在BMC公共卫生的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 这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发现 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喝任何类型的咖啡都与慢性肝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降低有关 包括慢性肝病发病的风险降低21% 死亡风险降低49% 肝脂肪变性风险降低了20% 肝细胞癌的风险降低了20% 研究人员还发现 饮用研磨咖啡的人获益最大 如慢性肝病发病风险降低了36% 死亡风险降低了63% 慢性肝病或者是肝脂肪变性风险降低了36% 肝细胞癌风险降低了38% 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 因为饮用咖啡含有大量的咖啡肚醇和咖啡醇 这些成分已被证明对动物的慢性肝病有益 五 可能降低癌症风险 很多前瞻性对裂研究都对饮用咖啡和摄入咖啡因 与癌症发病率增加或者是癌症死亡率增加 均不相关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饮用咖啡与黑色素瘤非黑色素瘤皮肤癌 乳腺癌 前列腺癌 子宫内膜癌 和干细胞癌的风险小负降低相关 对于子宫内膜癌 饮用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的咖啡时 上述的关联相似 而对于干细胞癌 饮用含咖啡因的咖啡时 上述的关联似乎更强 四 每天喝多少咖啡算适量呢 研究资深作者哈佛大学营养学与流行病学教授 Frank Wood说 定期饮用咖啡可作为健康均衡饮食的一部分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 也在一项的研究中发现 咖啡中80%的咖啡因能够被人体摄入 一杯咖啡中大约有140毫克咖啡因 研究结果显示 每天喝两杯至三杯咖啡 或者是摄入400毫克的咖啡因 对人体的健康是最有注意 不过 研究人员提醒 咖啡有益 饮用人需次量 因为咖啡因虽然是提神 也仅能够维持短时间 而且会消耗体内与神经肌肉协调有关的B组卫生素 而缺乏B组卫生素的人特别的容易累 最终会形成二性循环 此外 喝咖啡过量 有些人会面部嘲红 心跳加快 神经系统不断的被刺激 诱发心力不齐 高血压 关心病等的病症 还有需要注意的是 每个人对咖啡的耐受性也不一样 如我出现心率与呼吸加快 失眠 烦躁 头疼 胃部不适等症状 是身体在提示 喝过量了 应该注意减少 中上所述 健康成年人适量的饮用咖啡 所摄取的咖啡因不会导致健康问题 但仍然需要保持均衡多元化的饮食 避免对咖啡产生依赖 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 应该避免过量的摄取咖啡因 即使含较少咖啡因的饮料 也需要注意饮用的分量 另外 建议青少年和儿童尽量的不要喝咖啡 对咖啡因较为敏感的人 应该按照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性来控制咖啡因的摄入量 总的来说 不能因为咖啡有某些方面的优势就过量的饮用 无论是健康群体还是一些患有疾病的群体 每天咖啡的饮用量都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行 好了 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